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霍青和聽完陳家樂說的情況 又傷心又憤恨 他很生氣地說他 你為何這麼糊塗 竟然會相信我皇帝 我只顧他是一個漢人 又是我的親哥哥 所以我相信了他 漢人又如何 難道漢人不做壞事嗎 做了皇帝 還有什麼手足之情 是我害了哈斯黎 我願不得馬上跟他去 不過你是為了救天下蒼生 這也難怪 今晚雍和宮的宴會你還去不去 皇帝也說要去赴宴 我去刺殺他 為哈斯黎報仇 沒錯 亦為我爹、哥哥和我無數同胞報仇 對了 你在清兵夜襲的時候 怎麼能夠走出來的 那時候我病得很嚴重 那時候我病得很嚴重 清兵突然攻到來 幸好我那隊衛兵 拼命地奮戰 救了我的師父 那時候 陳家樂嘆一口氣說 唉 哈斯黎曾經跟我說 我們就算走到天腳底 都要找到你的 霍青和忍不住淚如雨下 那兩個人走出禮拜堂 和森宴一起回到雙柳子胡同 這見天山雙英和眾英雄正在大聲地談論 陳家樂含著眼淚 將在清真寺裡見到的血字說了 陳正德啪聲拍到桌上大聲地說 我說的還有什麼錯呢 那個皇帝當然是要害我們了 這個姑娘一定在宮內得到確實消息 才寫了一條命來告訴你 大家都很同意他這個說法 陳家樂說 等一會去雍和宮赴宴 長兵器就帶不進去 各位預備好短兵器和暗器 那些酒肉飯菜裡面 怕會下毒藥 千萬一點都不要進口 那更英雄都認了 陳家樂又說 今晚殺了皇帝就解不了心頭之痕 但是要想好退路先 陳正德說 中原就不能再住了 大家都去回報了 眾英雄長期在江南 離開故鄉實在有點不捨得 但是皇帝奸惡兇險 人人都生氣到入骨 都決心殺了這個大惡賊 遠走他鄉都不顧得那麼多了 陳家樂命令文太來率領楊誠協 衛春華、石霜英、蔣四根在城門口埋伏 到時殺了首城的軍兵 接應大家出城 命令深宴率領紅花會的頭目 預備馬匹 帶著弓箭等等在雍和宮外接應 又命令如如同立即通知紅花會 在北京的頭目 通告各省紅花會的會眾 說總陀遷去回報 各地會眾立即潛伏 以防官兵搜捕 他分派完畢之後 對天山雙英和陸菲青說 至於怎樣去殺元凶手惡 請三位老前輩出主意 陳正德說 這樣用什麼呢? 我衝上去捏住他的頸子 看他乖不乖 陸菲青說 他既然全心要害我們 身邊的示威一定帶到很多來 防衛一定很周密 正德兄你扭到他的頸子 他當然乖 自怕扭不到他的頸子 毛陳說 還是三弟用暗器殺他好 天山雙英在陸和塔上 見過趙半山的神技 對他的暗器功夫十分深復 立刻就贊同了 趙半山在暗器囊裡 拿了當日龍俊所發的三回獨立出來 他說 只要打中一枚 就救他難受的了 深淵對獨立是驚弓之鳥 現在見到 都不覺打到他冷震 陳家樂說 我怕那個姓龍的還在宮內 他有解藥醫 趙半山說 不要緊 我再用鶴頂紅和孔雀膽浸他 他解得一種 解不到第二種 陸飛青對諾兵說 你的飛刀和我的金針都浸了毒藥 諾兵按下頭說 好啊 我們幾十枚暗器一起打出去 不管他有幾多示威 怎能打中他幾枚 於是立刻透起火爐 用餐來煮毒藥 陳家樂 見到大家拿點暗器放入毒藥參雪 來浸 想起皇帝和自己一無所生 總是覺得有點不忍心 跟著想到他的那些陰狠毒辣 立刻怒火衝天 拔出一把短檢 現在毒藥參雪浸了一陣 到了身時三刻 現在講的上下五點 大家都準備妥當 飽食一餐 一起等著附宴 過了沒多久 白鎮率領著四名示威來請 眾英雄人人穿著長面袍 騎馬去雍和宮 白鎮見到大家兇手 沒有帶兵器 唉 心都暗暗嘆色 到了宮門外落馬 白鎮帶著大家入宮 在崔城殿的下方 已經擺開了三圍現席 白鎮請眾英雄埋位坐 中間那一圍 陳家樂坐首席 左邊那一圍 陳正德坐首席 右邊那一圍 陸非清坐首席 在佛像之下當中 單獨擺了一圍 向外一張大椅子上鋪著 錦斷皇陵 顯然就是皇帝的御座了 陸非清 趙半山他們的心 都在想著 等著動手的時候 怎樣向御座打暗氣呢 宋塞陸續上席 眾人靜靜地等候皇帝來 過了陣 響起腳步聲 有兩名太監走進來帶殿 陳家樂他們認得 這是慈元和武明夫兩個 太監後面跟著一名戴紅頂子 拖花靈的大官 原來是前任浙江水陸提督李可守 不知道幾時已經調到北京了 李丸子是拿著坐在身邊 魚童的手 差點叫出聲來 慈元喝了聲 聖子到 李可守白鎮等人馬上跪下 陳家樂他們也為有跟著跪下 慈元打開聖子高聲宣讀說 奉天成運皇帝趙約 國家推恩而求財 臣民奮力以徒功 以陳家樂等功中體國 儀式榮命 援刺陳家樂俊士及帝 愚人著禮步兵部令義 憂家陸勇 賜宴和功 直帝古北口提督李可守培宴 因此謝恩 眾英雄聽了個心一亮 豈有此理原來皇帝這麼奸惑 竟然不來了 李可守走到陳家樂身邊 他已經作了個心 他說 恭喜恭喜 陳兄得到皇上這樣的恩寵 真是難得 陳家樂爺謙信了幾句 李遠子和愚童一起走過來 李遠子叫了一聲 爹 李可守吃了我怕 李遠子幫故地把皇上呼喚 李遠子被困了 李遠子一聲 李遠子被困著 他快樂 他走了 我说,你和我同籍,拉她去偏籍那树 李丸子和余童知道她是爱的女儿,怕她受到损伤 两人互相打了个颜色,分别坐落 慈元和武明夫两人走到中间那一围,对陈家乐说 哥仔,将来你做了大官,就不要忘记我们两个吧 陈家乐说,谁都不敢忘记两位公公 慈元也肯入手说,人类 两名小太监托了一个托盘过来 托盘上放了一个酒壶和几个酒杯 慈元拿起的酒壶,在两个杯树倒满酒 自己先喝酒一杯,他说,我敬你一杯 放下个孔杯,双手捧着另外一杯酒帝给陈家乐 众英雄都定眼看到实,大家都想,皇帝又没来 我们如果先动手先打草惊蛇,想再杀他就不容易了 这杯酒,虽然是在同一个酒壶里面浸出来的 按知他们有没有在做过手脚啊 好,看看总陀主喝不喝而已 我记得,陈家乐早就留心看着了 他右心抠,破绽就容易发觉 果然看到酒壶柄上面一左一右,各有个孔子 慈元針第一杯酒的时候,手指甲按住左边的孔子 針第二杯酒的时候,他的手指甲似乎万不惊心一滑,掩住右边的孔子 陈家乐心中了了,知道这个酒壶实在中间分为两格 按住左边的孔子的时候,左边那一格的酒就流不出 針出来的,就放在右边那一格的酒了 按住右边的孔子就刚刚相反 慈元捧给自己这杯酒,是由右格針出来的 当然是毒酒,要心想 阿哥,你真是狠毒 你全心害我,怕我防备 就赐一个进士给我 让我全心信你是共举大事 如果不是哈斯利用鲜血来警告我 这杯毒酒我就喝定了 他拱手多谢,举起一杯作状想喝 慈元和武明夫见到大功告成便欢喜了 谁知道陈家乐忽然将一杯酒放下 拿起酒壶另外針一杯 針酒的时候按住右边的孔子一口喝完 但是,就将原来那杯酒送到武明夫面前 他说,武功功亦喝一杯 武明夫和慈元两个人见他识破机关 即刻变了面识 陈家乐又按住左边的孔子 針酒杯毒酒 他说,我回敬慈公公一杯 慈元飞起右脚 将陈家乐手上的酒杯踢去 大声哼,逐起来 大殿前后左右 当堂涌出几百名守执兵器的御前示威和御林军 陈家乐笑着 两位公公酒量不高不喝就是了 何必发恶呢? 武明夫说 奉姓指 红花会叛逆作乱 逃谋不轨 立即拿问 拘捕者格杀物论 陈家乐手一揮 尝试相合 已经跳到慈母的两个人背后 角身右掌,扭着他们两个人的脚 那两个人想抵抗 已经全身麻木 都不能动 陈家乐又倒了一杯毒酒 他说 你真是敬酒 不喝喝佛酒 乐兵和张俊一人拿一杯 灌池母两个人喝了下肚 很快去 他们两个七竅流血当堂没命 那时卫和御林军见到慈母两个被琴 一吹一吹 一吹一吹 不敢十分迫近 红花会众英雄早就在三底拿出兵器 无尘的身上只有一把短剑 使上来不顺手 他飞身跳入示威人群之中 一手就抢了一把剑 连杀三个人 当先直入后殿 众英雄就跟着冲进去 李可守拉着女的手 说 站在我身边 他一边和白镇两个人分别全令 督促示威来到拦截 一边拉着女的 怕她在混战当中受伤 如同见到这样就长叹一声 他心想 唉 我和他爹小成水火 他到底不是我的老婆 他心一阵难受 金帝一吹就冲进去 李远子右手出来一吵 李可守拉他不住 就被他吵了一手 李远子叫一声 爹你保重女儿去了 反身一跳冲进人群 李可守大出意外 又猛地叫 丸子 丸子 你回来 李远子早就已经冲进后殿 进去 看到如如同 整个和五六名示威 拼命地打 李远子说 诗哥 我来了 如如同一听 心很高兴 加倍精神 啪啪几笛一轮急弓 李远子 揮剑上前作战 把那几名示威杀退了 两个人跟着落兵 就向前直冲 李远子火光触天 人声嘈杂 陈家乐他们已经冲到衰城殿外面 一看 好惊奇啊 只见几十名喇嘛 正在同一群清兵恶战 眼见中喇嘛 抵抵不住了 谁知道白镇率领着一班示威 来帮喇嘛守 将我们的清兵赶进去 烧到含含的大殿里面 陈家乐当然不知道乾隆和太后之间 勾心斗国的事 他心想这件事真是古怪到极了 但是梁姬密身 连望全领 命令众英雄跳墙出去 李可秀和白镇已经得到乾隆的物子 要将红花会会众和衰城殿里面的骑兵一望打尽 但是他两个 一个就挂着个女儿 一个想去陈家乐的救命之恩 所以都对红花会放松了一步 只是协力来对付守殿那些骑兵而已 过了没多久 骑兵全部都杀死了 烧死了 衰城典大火红红 将雍正的围召烧成灰准 众英雄由工场跳出去 哎呀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致见雍和宫外 无数官兵都是战上研刀出竅 几千枝火把高高地举起 几百眼孔明灯 又一堵堵黄光照来照去 陈家乐的心想 他布置得真是周密 怕毒药还毒不死我们 转眼之间 无尘和陈正德已经杀入玉林军队伍 一时之间四面战如飞黄 一起向众英雄射过来 霍青和大声叫大家冲啊 众英雄互相紧紧靠拢 跟随着无尘和陈正德冲杀 但是清兵越杀越多 冲出了一层外面又围上一层 只见无尘劍光霍霍 碰到都死 历杀十几名玉林军突出了重围 等了一会儿 看到其他人没有跟着出来 好担心啊 又翻身杀回去 只见七八名士卫围着张俊猛打 张俊全身血污 杀到狂了 无尘叫他 十几年不用放我来啦 七七七三检 三名士卫烟喷中劍 其余那些人 嘩嘩嘩嘩 退开了 无尘说 十几 你没事吧 忽然间 呼一声 张俊一棍向他扮过来 无尘吃了 怕便側身闪开 张俊猛地狂叫 众位哥哥都被你们害死了 我不想做日啊 狼牙棒贴地掃过来 无尘叫他 十几 十几 是我啊 张俊瞩大双眼 突然间扔了狼牙棒 他说 二哥啊 我不行啦 无尘在火光之下 看到他胸前 肩头 手臂都是伤口 肚肚流血 自己只得一只手 无法扶他 咬咬咬咬 你扑在我背上 抱着我 他蹲下他身 张俊听他说话 抱着他的脖子 无尘只觉得一股股热血 在道袍里面直流入去 他立刻奋起神威 举起把劍向人多的地方杀过去 劍锋一到 清兵纷纷让路 突然间 看到前面的官兵 摺耳连衫地飞起来 显然是被人捉住 扔出来的 无尘的心想 除了四弟之外 第二个人没有这样的功力 难道城门口那里有事 咦? 立刻冲过去 果然见到文太来 洛兵 余余同 李丸子四个人 正在和示威在那里恶战 无尘说 总陀主他们呢? 余余同说 不见了 我们去那边找 不见了 无尘的心 当堂松了 心想 张俊受了重伤 所以胡言乱语 未必大家都已经死伤 文太来刀斩掌劈 杀开了一条血路 四个人跟着后面追着上 无尘走到文太来身边 问他 城门口怎样? 文太来说 那边没事 我不放心 过来看看 无尘说 来得好 他虽然背着张俊 仍然是一剑就杀一个人 长剑得起 称棍兵杖 没个人能够避得到 突然间 李丸子高声大叫 他说 总陀主 只见陈家乐 在火光之中 略过 东善西藏 似乎在找人 陆飞青 是从西面杀出来 他说 大家退到墙那边 一眼看过去 在远远的火光之中 有一条脆雨 不停地发一发一发 陆飞青说 总陀主 你带大家退到墙边 我去接他出来 港元首辉长剑 向霍青铜那边杀过去 陈家乐和文太内 当先开脑 又退回到墙边 毛陈说 实底 下来 张晋肯定不动 鲁冰扶他 那里他的身子都僵硬了 原来已经气绝了 鲁冰扑在屍体上大声哭起来 文太内政就和示威打着 想接应赵半山和常用士商俠过来 一下子就在那里哭 不由得留了几点英雄类 怒火上冲 揮刀連杀三个敌人 好了 他说众英雄逐渐逐渐聚集起来了 这个时候 陆飞青和霍青铜已经会合在一起 在人虫之中 战果一条翠鱼慢慢移过来 但是到了商隔几十步远的时候 也没法再走近一点 尝试商俠抢了两支长枪 冲上去接应他们过来 霍青和面色蒼白 一身黄衫上面斑斑点点 全部都是血 陈家乐说 我们再冲 这次千万不要再失散了 说话刚刚讲完 雍和宫里面 几声 连你写几支箭出来 原来李可秀和白镇手下的人 杀了衰城殿里面守殿的骑兵之后 蜂涌而来 红花会这样一来 就前后受敌 处境更加险恶 正在危急的时候 正面那些御林军忽然间 纷纷退避 火光之中 几十名黄袍和尚冲了进来 当先那个人白桑飘忽 金刀横素直斩 威不可当 正是铁胆周仲英 仲英雄很高兴 只听见周仲英说 各位快点跟过来 文太来抱起张俊的尸体 跟着大家冲出去 只见天镜蝎丝率领着大虎 大颠 大痴 袁统 袁碑 袁伤等等 曾孝林和尚 正是和御林军接战 霍青和大家杀敌人杀得很多 但是无论冲去哪里 敌兵必定跟着围上来 他岳膏头四围望下 果然见到古楼屋顶上面 站着十多人 其中有四个人 手挽红灯 分别站在四面 众英雄杀去西方 西方的那个人高举红灯 杀去东方的时候 东方就有红灯举起了 霍青同对陈家乐说 打死那几盏红灯就好办了 召半山听了 在地上执起了一张弓 执起了几支箭 公然响了几响 四盏红灯都关掉了 清兵不见了灯号 当堂就乱了 霍青同又说 屋顶上面的人里面 必定有主将在住 我们琴拆先琴王 无臣说 四弟五弟六弟 我们死过去 文太来和常侍相合 认了一声 四个人就好像四只猛虎 直撲出去 玉林军在哪里挡得住 陈家乐和天镜禅斯 他们跟着杀出 眼睛就要冲出重围 突然间 哇 哭杀连天 李可守和白镇率领著 亲兵示威围上来 一阵混战 又把众委英雄包围在中间 李丸子 洛兵和七八名少林和尚都受了伤 毛尘他们冲到墙边 跳上鼓楼 立即有七个人过来拦阻 这几个人竟然是武功极高的好手 尝试伤俠合合打三个人 一时间未分胜败 毛尘和文太来都是以一对二 在屋顶上打上来打得非常激烈 毛尘很急着想 为什么这些书竟然有这么多硬东西呢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请下回分解 好 好 好 些人 顺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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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